她是瑞士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 年薪近百万 我已经成功了 她放弃成功的事业定于云南 有何原因 我都要打理做 改变了 买菜做饭看孩子 身份的巨大落差 为何让她心满意足 你觉得现在你的人生 好甜 外国人在中国 看丹尼如何情归大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每到夏季 大理都会举办一个白族的传统节日 绕三陵 当地人会从四面八方赶来 巨到这里再歌再舞 在人群中有一个外国人 带着他的儿子穿梭其中 格外显眼 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丹尼 他就是丹尼 来自法国 在他身边的是他五岁的儿子 花生 丹尼已经在大理生活了十年 早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云南十八怪里有一怪 叫做娃娃都有男人带 自从花生出生 丹尼也开始了入乡随俗 成了一名超级奶爸 无论走到哪里 他都会和儿子形影不离 老婆孩子热炕头 别以为丹尼只是一个 没有事业性的宅男 除了奶爸 人家在当地还是一位老板 而且生意做得远近闻名 这里是丹尼和他的中国妻子 小飞开的一家客栈 客栈地处于大理古城城边 苍山脚下 站在客栈的窗边 就能俗看大理古城 远眺而海 丹尼为了寄托对一顾母亲的思念 把客栈用母亲的名字命名 叫苏山旅馆 客栈不大 平时只有七间客房对外营业 这里不仅是丹尼一家的经济来源 也是儿子花生和女儿阿黛拉 跟爸爸一起玩耍的游乐场 更是丹尼结交各种朋友的场所 丹尼开客栈当老板 也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在十年前 他可是瑞士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 有着年薪高达几十万的收入 可他为什么会放弃这个 现上旁人的工作 来到大理呢 这还要从丹尼从小的一个梦想说起 我爸那时候有一本书 很厚的一本书 怎么当商务人士 商务人士的世界是怎么样 然后我一直在看这一本书 对我来说 哇 太险细了 商务人士与客栈老板之间 有着天壤之别 那么在丹尼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9岁那年 丹尼第一次离开家乡 去英国读了经济管理专业 毕业后他来到瑞士 顺利进入了瑞士的一家银行工作 百万年薪的工作 让丹尼质得意满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被金融密住了 后来去瑞士 然后开始真正地做这个金融这一方面 很兴奋 我非常地兴奋 就是把我所有的能量 所有的动力都放在里面去 那时候最重要就是工作 我认为我实际的生活 就是第二 第一是工作 那时候的丹尼 内心十分膨胀 甚至有些飘飘然 二十多岁的他 已经把自己的整个人生 都规划了出来 我会去 我爸一直在说 你有那么好的一位工作 一个工作位子 那么你真的成功了 我说爸你不要这样说 但是我心里非常地开心 我说对了 我说到了 我已经成功了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然而就在一切 似乎按部就班进行的时候 去发生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发生 让丹尼的人生 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阿德 走 我们去买菜 好吧 苏山旅馆 每逢旅游旺季都十分繁忙 最忙碌的时候 丹尼和妻子都会有明确的分工 客栈的日常经营 由妻子小飞来负责 丹尼则有一项重任在身 那就是客栈的后厨 在丹尼看来 除了照顾孩子之外 做饭也是一件人生乐事 今天 客栈来了几位新客人 丹尼大现身手的机会来了 因为经常买菜 很多商贩都认识丹尼 对她也十分热情 这份友好 似乎是丹尼一直追寻的感觉 十年前 在瑞士银行工作的丹尼 感到压力非常大 疲惫不堪时 同时间的朗诺 曾让她产生了一些心理变化 生活里面我还是有一点空 这种生活虽然是我已经所到这个 我已经到这个目的 但是还是差一个什么重要的东西 十五块一斤是吧 有一次丹尼看到了一位朋友 到中国大理度假的照片 大理的美景深深吸引了她 她决定到大理度个假 休息一下 于是她背起背包 独自一人踏上了这片 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土地 而来到大理的第一天晚上 就给丹尼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直接去客栈 我刚到那边 欢迎我的那个人非常有任性 然后第一天晚上很多人过来 玩喝酒啊 要音乐好情 要很不一样的人 跟从来认识的人很不一样 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东西 我从来不知道有人会过这种生活 大理人的好客与热情 是丹尼从没感受过的 直到现在 这种热情依然随处可见 我也不吃了 这你给我 需要的 小孩吃就行了 不不不不 我还是买嘛 好吗 算了 真的不要了 不好意思 大理人的善良和阳光般的笑容 给丹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习惯了被计划和被安排的欧洲生活 丹尼发现 这正是他内心缺少的那种温暖 到这边好像是感觉 跟我回家一样 这是很比较奇怪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边可能不是我家嘛 我家我知道在哪 但是感觉还是这样子 应该先做这个烤土豆 我觉得 好吧 然后再做鸡肉鱼鱼这方面 买完菜回到客栈 丹尼开始忙碌起来 他做菜十分精细 从选材到制作 他都要亲自参与 同时妻子的弟弟大伟 也是他的得力帮手 我觉得这样吧 最简单有一个橄榄油 一点柠檬汁嘛 法餐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 丹尼却十分有耐心 这也是大力教会他的生活态度 去享受每一个生活的过程 但在十年前 他出道大力的时候 也有让他十分不适应的事情 我有一个像MP3 然后我需要一个充电器把它修好 我需要充电器 我去古城好多地方找一找 找不到啊 那肯定有一些不适应 不适用的地方 肯定有一些东西找不到 但是奇怪的是 找不到就算了 我原来找不到就发疯了 怎么会找不到 我必须要的 我到达里就改变了 也不算大 我卖了最小的那样 丹尼的法餐远近闻名 很多到过客栈的游客 都会承担他的法餐做的地道 这得意于丹尼的母亲 从小吃惯了母亲做的法餐 丹尼也自然而然地学了几手 很多游客提前很久就下订单 其实并不是为了入住客栈 更多的是为了这个 评价极高的丹尼法餐 丹尼最拿手的是一道 叫巧克力酥饼的甜品 酱面粉 鸡蛋 与黄油 白糖混合 烘烤后再灌入热巧克力 烘烤的时间和放入材料的多少 都要相当讲究 这道甜品口感缩软适中 浓香扑鼻 成了客人们到苏山旅馆 必点的招牌菜 客人们对丹尼的作品赞不绝口 让丹尼十分受用 从高薪白领到法餐厨师 身份的巨大落差 并没有让她有丝毫失落感 反而让她的生活越来越惬意 当然 能让丹尼留在大地生活 有一个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丹尼说 这个人具有魔法 而且彻头彻尾的改变了她 一个名字非常有意思 一个叫恶魔 一个叫实戒 一个名字让她情敌大地 那么生气的一个人 依次婚姻却留下终身遗憾 可能现在有点后悔 外国人在中国 精彩继续 丹尼和妻子小飞已经结婚七年了 两人一直相敬如宾 恩爱有加 破具家庭观念的丹尼 对自己的付出一直无怨无悔 做饭 带孩子几乎一肩挑 在生活中甘愿为妻子充当绿叶 能让丹尼做到如今这样 其实很不容易 因为她曾对婚姻十分反感 为什么 是因为小时候 我在家里父母亲的关系 不怎么样 你知道吗 我爸一般都不在 我妈一般都说 哎呀 你爸哪里不好哪里不好 很多 还没有意思对我来讲 他们一直在说爱这句话 但是我看见的没有爱 所以我觉得没有意思 真的是没有意思 让丹尼发生变化的就是妻子小飞 丹尼刚到大里没几天的时候 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小飞 小飞的名字让丹尼大为惊讶 他给我说我叫小飞 我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 他给我讲的是英语吗 给我说我叫小飞 什么意思 然后他给我说的有点奇怪 小飞就是飞吗 就是飞 然后我明白了是灰 就是这种烟 smoke 烟 我说哇 这个人 那么神奇的一个人 要不就好像被他灭住了 一个神奇的名字 一位美丽的姑娘 丹尼对小飞一见钟情 两人慢慢从相熟到相知 最终走到了一起 小飞在生活中 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性格 也深深地影响了丹尼 我还记得有一天 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多久 有一天我问他 小飞你有多少钱 他看了一下 他说我有十三块 好吗 那说些话你有多少钱 我只有十三块 银行什么的你还有多少钱 他说我只有十三块 还有什么 说不可能吧 这种人还有啊 真的吗 我都不敢相信 然后这个真的是很印象我 因为我都不敢相信 有人会那么自由的 那么 怎么说呢 那么不着急的这种人 所以 跟他在一起 就是他帮我很大的忙 不要想太多 不要不要做什么计划 不要着急 他一直到现在 经常会告诉我 哎呀 干嘛要去想这个 不要想太多 简单而随性 小飞的这种性格 也慢慢改变了丹尼 在很多人眼中 法国是一个浪漫的国度 法国人丹尼 应该是一个 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人 但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两人结婚不仅不够浪漫 甚至可以用糊涂来形容 他姐姐要从法国到北京过来这边来看他 然后我们就去北京去接 去接他姐姐在火车上 他就他跟我说 我们那趁姐姐在的话 我们就把婚礼办了 我说啊 那好吧 就是我的性格 其实很大咧咧 很无所谓 就我说可以嘛 也无所谓 怎么样都行 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妈 说我们可能过两天 或者过一个星期 我们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 我们就差不多 该半酒席半酒席 你该通知亲友 通知亲友 该干嘛干嘛 我妈说你们在干嘛 哪有这样子的 来得及吗 我说差不多吧 差不多就行了 里面的是不是 没有婚礼 没有准备 两个人就这样 草草地结了婚 甚至有一样 小飞最希望得到的东西 但你都没有满足她 拍婚礼的照片都没拍 因为这个 去拍这些照片的话 还是太像我们那边的婚礼 这样我还是不想要 我想要一个更自由的 更简单一点的婚礼 这方面 可能现在有点后悔 因为我知道 小飞的时候 也有点想要 然后我们现在 没有这个纪念嘛 纪念品 但其实就是这样 没法没法回去了 古老西索 让班尼大为震惊 那感觉很不一样 与儿子矛盾升级 她该如何化解 她的眼睛里面看了 她害怕我 外国人在中国 精彩继续 每到客栈的淡季 丹尼总会有很多闲暇时间 利用这些时间 丹尼结交了一些当地的朋友 小马就是其中之一 丹尼很喜欢民族文化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她认识了白族人小马 小马也非常热情地 跟她说了很多白族的趣事 久而久之 两人成了好朋友 今天 小马特地来找丹尼 要帮丹尼完成一件 她遍尽许久的心愿 安达 这个不是死庙 这个是人家 你们好 你好 爱姐 我们来了 你们来了 原来丹尼很久之前就听说 白族有一个古老的习俗 叫三道茶 三道茶不仅古老神秘 而且充分蕴含了白族人的智慧 但丹尼一直没有机会能见到 今天 小马请丹尼来到了自己的家 就是要为她揭开三道茶的面纱 丹尼一直觉得白族文化很神奇 进来没多久 她就跟小马的奶奶聊了起来 奶奶身上穿的白族服饰 让丹尼大为赞叹 这个是我们 这个美作的 这个是怎么戴呢 后面 后面 好漂亮 这个 那有没有两块一点的衣服 两块的有的 但是我 不习惯了 不习惯了 自己就是两块了 两块一次 也是 下面又要带一针 这个 我看你们带这个 我说 是不是带这了 这边 丹尼和白族奶奶聊得正起劲 那边三道茶已经准备好了 三道茶是云南白族招待贵宾时的一种饮茶方式 早在明代就开始盛行 四百多年的习俗仍然沿用至今 这对丹尼来说十分不可思议 这三道茶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丹尼有些迫不及待了 第一道茶称之为清苦之茶 制作是先将水烧开 再有私茶者将一小沙罐置于温火中烘烤 带罐烤热后 随即取适量茶叶放入罐内 使茶叶受热均匀 带罐内茶叶啪啪作响 叶色转黄时 立即注入已经烧废的开水 由于这种茶竟烘烤 煮沸而成 所以看上去色如琥珀 闻起来焦香扑鼻 故而为之苦茶 第二道茶称之为甜茶 当客人喝完第一道茶后 在茶中内放入少许的芝麻乳扇 倒入煮好的茶水 口感香甜 故称甜茶 第三道茶称之为回味茶 其煮茶方法虽然相同 只是把茶中内的原料 换成花椒和辣椒 注入茶水后趁热饮下 喝起来酸甜苦辣 各味俱全 回味无穷 三道茶的头苦 二甜 三回味的文化内涵 深深打动了丹妮 她不仅从中体会到了 白族人的人生智慧 已让自己对人生 似乎也有了新的理解 你喝了这个三道茶之后 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怎么说呢 先喝一点苦的 后来再尝一尝 这个甜的味道 很不一样 如果直接尝甜的 那感觉很不一样 味道很不一样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在生活里面 也是这样 先苦 然后再甜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每个人的生命里面 会有时候有一点苦 这个你不要害怕 因为苦 后来还有甜 那你看 跟这个三道茶 也是差不多的 你觉得现在你的人生 是这三道里面的那一道 好甜 丹妮对中国文化的痴迷 不仅限于白族文化 感受了三道茶的魅力 无犯过后 她带着儿子花生 打算去探望一位 她从未谋面的老先生 马洪诚 马洪诚 是丹妮非常崇拜的 一位书法家 他与马先生通过多次电话 想带花生去拜师学艺 丹妮的诚意 终于打动了马先生 今天 马先生答应与他见面 这边还没有什么游客 所以比较舒服 很安静 在去马先生家的路上 丹妮还是十分担心 因为出发前 花生并不想来 也不愿意拜师 最后勉强同意前往的花生 会愿意跟马先生 学习书法吗 马先生不仅书法写得好 而且他还有一项绝技 叫横写反书 顾名思义 就是反向写汉字 而且写的时候 还将纸张横着摆放 这项绝技 让马先生在当地 几乎家喻户晓 没想到一见面 花生就对马先生的书法 产生了兴趣 这让丹妮有些出乎意料 但好景不长 还没多久 花生就失去了耐心 独自跑到了一旁 这让丹妮很不高兴 一场父子间的矛盾 一触即发 但没想到 火冒三丈的丹妮 并没有指责和批评花生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就在几天前 因为花生淘气 丹妮对她大发雷霆 花生当时的反应 则让丹妮有些不知所措 我发现了 我对她太凶了 因为我需要让她 看这个柜子 然后我对她太凶 然后我突然间 在她的眼睛里面看了 她害怕我 哎呀 这个我受不了 很多家长 有的时候 她会希望孩子怕她一点 怕对我来讲 怕害怕 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一种方法 承重是另外一种 然后我希望花生会明白 为什么有这个规则 这个规则有什么用 因为如果她没有明白 为什么不要走 那这个不对了 害怕是没有用的 如果喝点水 然后继续学好吗 我想帮你 我想帮你 教成大人一样的写书法 你喜欢吗 可以嘛 丹妮很希望花生 能像自己一样 爱上中国文化 尽管花生 没有太多耐心 但丹妮还是十分乐观 去之前 她还是不愿意 不想去马拉松那边 后来愿意去 不想写字 后来愿意写一下 然后结束了以后 她说我不愿意再来 这个我说没问题 下次再说吧 因为今天已经你来了 你写了一些字 那就可以了 与花生形成鲜明对比 丹妮对书法爱不释手 尽管毛笔很不好掌握 但丹妮还是非常专心 一笔一画 跟随着马先生学习 她还饶有兴致地 写下了随遇而安四个大字 她说 她很喜欢这四个字 最初她并不明白 其中的含义 如今 这句话却成了她 在大理最深刻的体会 对我来讲 成功就是再不需要什么 意思是 我不管未来的事情 就成功了 我就享受现在的情况 就成功了 谢谢 好吗 那我们下次再来 马老师就要好吗 喂喂喂 喂喂 喂喂 好了好了 好吗 马老师我们先走了啊 好 今天辛苦了啊 没苦没没 下次你来带你上来 我们就要好吗 对可以 好的 走了啊 再见 再见 第二天清晨 丹尼跟我们说 他想送给小飞一个大惊喜 他要做什么呢 去逛街啊 还有这个啊 嗯 您现在有空吗 有吧 是吗 那我们一会下来 可以吗 哎 行 需要准备多少钱 等 que妈妈 她要上去 然后你上去 喂 小飞 我们去这一家 我们去摆一个 全家福好吧 这里啊 哎对 可以吗 现在拍吗 现在拍 原来 丹尼从没有跟小飞 拍过结婚照 甚至连两个人的合影 都寥寥无几 丹尼瞒着小飞 带着全家 来到一家摄影工作室 就是想给小飞 一个惊喜 拍一套全家福 这让小飞喜出望外 刚才我老公说他 就等你来了 真的 OK 就在悦耳朵上 好 好 走 走 下车 怎么样 是吧 你凑着你了 在丹尼看来 人生在于选择 他认为 在大理的这十年 是他人生中做出的 最正确的选择 一处风景 一个客栈 一位家人 一群善良可爱的人们 这些也是他情归大理的原因 担心 担心